新冠疫情後 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如預期 導致有許多遷徙世代的年輕人移民到他國 而其中 因為泰國的簽證取得容易 生活成本較低 成為熱門選擇 人家認為 這些中國年輕人 不會向過去的中國移民 執著在追求財富 反而是更散往過著自由 以及有尊嚴的生活 搭著網球揮灑汗水 來自中國上海的康尼 正在上例行私人教練課程 這種活動是他還住在上海時 難以負擔的昂貴興趣 自從來到泰國後 他終於能開始享受生活 新冠疫情期間 中國實施嚴格封控政策 對國內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如今許多生於一九八零 到兩千年之間的中國遷徙世代 也不像父母輩一樣 能找到待遇好的工作 於是紛紛出走他國 追求更好的生活 像是康尼和文輝這對年輕夫婦 就透過申請語言進修課程 取得簽證 來到太北清邁展開新的人生 好像人在國內生活 節奏確實太快了 所以導致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說自己根本沒有 自己那種自由的那種空間 木透社指出在中國社群軟體微信上移民一詞成為熱搜 今年初一月下旬移民泰國甚至一天高達三十萬搜尋次數 因為相較其他國家 中國人申請泰國學生簽證相對簡單 專家指出這些受過教育的中國年輕人 將不會如過去的中國移民追求財富 而是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 公視新聞兩位便宜